111年度防减灾策略联盟以及教育生根研讨会 舒浩在花莲慈济进司堂登场 除了花莲县防灾策略联盟成员分享丰富的专题演讲 也邀请了花莲县消防局、佛教慈济基金会、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等单位 展示大规模崩塌防灾教育的应用 住宅防火、防烟宣导等教具 期盼防灾意识偏提开花 在日常养成防灾观念在生活中 111年度防减灾策略联盟与教育生根研讨会 除了有内容丰富的专题演讲 邀请国立台湾大学、成功大学和东华大学等专家学者 也邀请花莲县消防局、佛教慈济基金会、国立中心大学、国立海洋大学 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等单位 与研讨会会场进行水土保值与防灾的相关器材与教具展示和示范解说 其实在我们台湾山区有很多所谓的野溪 那这些野溪其实也许我们没有名字 或我们其实不知道它的存在 那事实上它在没有降雨的一个季节 它是干涸的 但是一旦有降雨 譬如说我们梅雨台风季来到的时候 它可能会产生一个雨量然后冲刷下来 那如果这个野溪附近或中下游有所谓的保存住户 就是有人或建筑的存在的话 那它就需要经过整治才可能可以来预防一些破地灾害的发生 那我们这个两个河道的一个模型呢 它一个是完全没有整治 那下方是有保存住户的保存对象 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河道它就有所谓的蓝沙坝的设置 然后让这个下面的保存住户是有机会得到就是比较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我们就用这个模型来模拟如果假装有降雨 那土砂冲刷下来的时候 没有做这个蓝沙坝的设置的话 那这个下面的这个房屋就可能受到冲刷冲击 那另外就是如果有设置蓝沙坝的话 尤其像梳子坝我们很常见的这样的一个坝体的设置 那下方的保存住户就相对来说有安全的一个保障 而且有时间可以做就是自主的撤离 当然它设置了我们的这个房屋的工程 那也只是去第一线的去阻挡这个土砂的一个撑刷 那如果说您是住在这个保存的一个范围的区域的住户呢 还是会建议您要听从水土保持局的一个规范 比如说发布土石和红黄警戒的时候 可以做对应的一个撤离的一个行动 那这样子才可以更有效的去保障您的一个安全 教具展示包含水土保持故事绘本 住宅防火防烟教具 慈悲科技展还有土石流防灾情境二选一等内容 供与会师生参观和体验 期盼经由灾害防救作为的认知和防灾教育的教学 将重点思维融入防灾准备与国中小的主题课程 拨下防灾知识种子 让防灾意识遍地开花 在日常养成防灾观念与生活 记者长帮演华丁士报导 中 中文献 中文献